大家好 今天我继续和大家说美国移民 今天要聊的是美国EB3 非技术移民EW3的详解 关于它的项目优势 项目劣势 以及隐藏的风险 美国众所周知 是一个城市化水平极高的国家 它的社会福利制度完善 教育水平高度发达 但移民美国绝非易事 因为在很多的移民项目上 都对申请人有着极高的要求 美国的职业移民主要有五大类 从EB1一直到EB5 不同的移民类别排气也不一样 EB是什么意思呢 EB的英文全称叫Employment Based的简称 按照字面理解就是基于劳动关系的 基于就业的移民类别 我们常说的EB3 雇主担保移民 就是一种基于劳动关系的移民类型 按照美国移民局的定义 EB3是分为专业技术人员 Professional 熟练技术工 Skill Workers 和非技术工 Other Workers 三个类别的 目前在移民中介 广为推荐的就是EB3下的非技术工 也被称为EB3的非技术类别 或者是EW3 EB3和EW3是属于包含关系 在移民中介的介绍中 EW3是一个对申请人 学历 工作经验 英语能力 均没有特殊要求 适合绝大部分 普通申请人申请的 性价比最高的移民项目 它是EB3美国雇主担保移民中 门槛最低的移民方式 既不需要申请人 要有学士学位 能够有力的说英语 也不需要有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或者是熟练的掌握某种技能 条件看上去是非常宽松的 甚至可以理解为 只要肯吃苦 身体健康 没有犯罪记录 那就可以申请美国的这个移民项目 好处我都跟你都说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 这个项目的优劣势 以及这个项目隐藏的风险 首先咱们说优势 EB3的非技术移民 这个类别的移民方式和策略 是相对稳定的 一直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的变化 而且成功率还很高 毕竟项目不是申请 一个人在申请 由美国的雇主帮你来做助攻的 还有就是非技术移民 申请的门槛低 而且是低的不能再低了 不需要学历 不需要语言 更不需要你去做一分钱的投资 只要你是个身体健康 品行兼优的人士 就可以去做申请 而且获签后 还是永久的绿卡 当然啊 有优势的同时 也有劣势 既然需要雇主帮助担保 那么登陆美国后 就一定要给美国的雇主工作 并且最少工作一年 而且非技术类的移民 既没有工作经验的要求 所以工作的难度就不大 但都是蓝领类的工作 匹配的雇主啊 一般都是大型食品加工厂的流水线上的岗位 也都需要体力劳动的岗位的 一定会辛苦一些 所以想申请 这类岗位的 就要有对应做这样工作的心理准备 同时啊 1-3也有一个避不开的一个避端 那就是排气比较长 也正因为它的申请门槛低 申请人就多了 按照目前申请人数 以及历年获批的数量来做分析 移民的排气都在10年左右 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等待 如果想带子女一起申请 那建议子女的年龄不要超过11周岁 毕竟啊 子女也是有随行的年龄限制的 超过年龄是不能够做一起申请的 此外 1-3移民的隐藏风险还来源于雇主 因为这个项目的半年周期是很长的 你在签约后要等8-10年才能登陆美国 而且为雇主还要再工作一年 这就要求这个雇主一定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并且要为在美国设立多年的老雇主才好 不然在你移民之前就倒闭了 就会造成很多申请上的麻烦 其次啊 就是你签约机构的问题了 签约机构不必说一定要正规合法 最重要的一点 要办理经验丰富 合作的雇主可靠 而且公司本身的经济实力也是一大问题 能否跟随你移民的全过程 是必须要考虑到的 当你的排气到了之后啊 移民局会再次要求 你与雇主确认你的雇佣协议是否有效 原来的雇主是否还在 是否依旧愿意雇佣你 我们可以相信美国的移民法 因为它几十年都不太变 但是你要相信一家公司 十年后是否还在 或者十年后是否愿意雇佣 一个十年前想招的人 这是需要一份勇气的 毕竟啊 雇主招聘的HR或者是CEO 都有可能换了好几拨人了 你的雇主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 律所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就会和雇主事先沟通好 排气过长的问题 签署一个长期有效的框架协议 在选择雇主的时候也会去选择 成立时间非常长 行业竞争力强 短期内不会倒闭的企业 大多数雇主啊 会在你排气到的时候 给你更新一份新的雇主协议 如果真的预见了雇主发不出 再确认函 那我们的律师呢 也会给你再重新匹配雇主 当然啊 重新匹配雇主 需要重新申请劳工卡 重新递交 但好消息是 可以按照之前的优先日 不需要你再重新排队了 坏的消息是呢 可能就要有点时间上的耽搁 那么关于美国EB3 非技术移民的介绍 就到这里了